亲爱的新加坡同胞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网购爱好者 别打算网购一架电脑显示器 我中心的劝告你 不要干便宜购买小米显示器 特别是在网购平台上购买 以免音效失大蒙受损失 这是我花385星币买到的教训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今年9月5号 我在新加坡知名网购平台Lalada上 购买了小米曲面屏显示器 店家的名称是Vain Digital Store 我选择它的理由是 第一它价格便宜 第二它在Lalada的产品评价不错 有30多个买家给了店家5星好评 只是我没有注意到 这个产品购买细则非常的严苛 退货条款也是非常的苛刻 它的保修期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显示器买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它适配的电源线非常的短 只有半米 当时我认为既然选择买便宜购 就不要在细节上太多苛责 最初的一个月显示器工作正常 但是在使用一个月之后 它在10月15号坏掉了 我立刻向卖家反馈我遇到的问题 可是卖家却告诉我 它爱慕能住 因为我的订单已经超过了 他们承诺的一个月保修期 我非常的失望 因为我购买的不是电池 也不是相军机这样的小型电器 相信对大多数买家而言 一台显示器的使用寿命 至少应该在一年以上 只使用一个多月就坏掉 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面对这种糟糕的购物经历 我想到的是 我可以给卖家一星差评 可是我发现Lalada已经不允许我修改 我给出的商品评价了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买家 跟我有同样的经历 他们当初给予产品五星好评 却在一个月之后发现商当受骗了 但是已经无法更正对商品的评价 这显然是一个漏洞 而脚光的卖家正利用了这个漏洞 给列制的商品披上了滑地的外衣 以此欺骗更多的买家 而商当的买家却只能自认倒霉 蒙受损失 我认为Lalada应该要求卖家 给予显示器或者其他的电器 设置更高的更长的保修期限 又或者允许卖家在购买超过一个月之后 重新给予商品质量评价 如此才能够让这些利用系统漏洞的 无良商家无所遁形 也给买家一个更健康安全的购物环境 总而言之 我对这次的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也对小米的产品质量失去了信心 相信我以后再也不会购买 任何小米品牌的产品 而且我也必须要曝光 这间销售劣质产品的商家 Van Digital Store 它不止在Lalada上大量贩售小米的产品 也在其他的网购平台 像Shopee Q10等等网站上 也开设了同样名称的网店 中国有句老话 善恶到头终有报 你作恶是一定会有代价的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作为买家 我只是损失了一些金钱 作为商家 你付出的是名声和信誉的代价 新加坡是以诚信立国的 没有诚信的商家 注定会对大众唾弃和远离的 我希望你好自为之